蘇皮放在平台上 兩邊均勻撒上砂糖 接著再將酥皮的兩邊 向中線對折兩次 折成長條形 用刀切成約一厘米厚 整齊鋪放在烤盆上 就能夠放入烤箱 等待蝴蝶形狀成形 這是為在台中西區 向弄老屋改造成的 日式文青五茶店 店內蝴蝶酥出成禮盒 竹打減糖 不那麼甜 口感上面一定會有 做比較酥一點 竹打蝴蝶酥的 還有位在南區的這家烘焙店 造型像是蝴蝶翅膀一樣 放入烤箱烤過之後 外皮金光閃閃 是浮到國外取精 學成傳統的蝴蝶酥 用紅糖和蔗糖混合 甜而不膩 還帶有濃厚奶香 竹打限量製作 吃一口蝴蝶酥 就等於是這間店的那個 廚師技術的象徵 那我們也是學了將近快十年 好吃 很有介紹來的 民眾只吃了一次 選擇一再回顧 這款傳統蝴蝶酥 老少皆愛 想來點特殊口感的 能選擇這家知名禮盒店 蝴蝶酥不僅有甜的 還出一款香辣起司口味 田中帶有一些鹹的口感 刺激每個人的味蕾 年輕族群會比較多 重口味一點 它是比較偏義式起司口味的 蝴蝶酥成了熱賣商品 有時服說 源起於英國 但也有一說是來自義大利 到了台灣 經過各式各樣的研發 成了很多人喜愛的下午茶品項 更成為甜品業搶供市場的主流商品 華視新聞劉玲璇 紅棉輝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